这期为你介绍一部男孩和男友偷吃禁果 每两天就生下了外星怪胎 外星小怪物还会刺人 就是这部科幻喜剧《阅夺者》 故事发生在一个大学校园里 莎拉是一名高中女生 最近她正和男友唠分手 男友一心想单飞 莎拉却不想放手 为了挽回男友 莎拉晚上主动送上了门 由于事发突然 男友没戴安全套 于是两个人将错就错 这就闯下了每一天大祸 第二天莎拉同往日一样去上学 然而刚遇到男友就直接吐了 这还没完 等到莎拉隔天早上醒来时 发现肚子居然变大了 她拿出烟运棒一看 居然怀上了 这不科学呀 才两天肚子就那么大了 这怀的怕是什么怪胎吧 莎拉害怕母亲看到自己大肚子的样子 只好来到闺蜜海立架求助 带着莎拉来到一间免费诊所 这个诊所的主要义务 就是帮助那些意外怀孕的女孩 做人工流产 护士在给莎拉做B超时 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太正常 肚子里的怪胎 当时就把护士给吓尿了 她赶紧出门去叫医生 这时莎拉却直接公说 眼看就要生了 医生及时赶到 打算给莎拉接生 护士说 你最好先看一下B超再动手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医生却满不在乎 我是老江湖了 啥没见过 下一秒 宝宝竟然直接飞了出来 还直接抱了医生的头 原来莎拉生出来的 根本不是什么婴儿 而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外星生物 这东西虽然个头不大 但历史尖牙什么都能咬 而且这种外星生物 还可以利用超能力 控制人的行动 莎拉和海莉吓得赶紧逃跑 两人讲回了一条命 十分开心 然而很快 两人就笑不出来了 莎拉的肚子并没有削下去 看来莎拉怀的是双胞胎 为了解决掉 莎拉肚子里的外星生物 两人想出了一个绝招 弄了台炸汁机 放在莎拉的两腿之间 想等着外星生物一出来 直接就给压粉碎了 可外星生物也不傻 一看外面凶多鸡少 就怎么也不出来了 海莉没有办法 又带着莎拉来到了兽医那里 兽医听了两人的描述 断定莎拉怀上了外星人宝宝 她拿来供缩剂 打算帮莎拉营产 伎俩遭遭的是大象的标准 为了以防万一 兽医让莎拉躺在一台粉碎机的前面 力争在第一时间把外星生物干掉 然而一针下去 肚子并没有什么反应 就在兽医打算加大伎俩时 警察却找了过来 她将三人带回了警局 莎拉的母亲也被请了过来 看到女儿挺着大肚子 母亲十分崩溃 然而就在这时 外星人却控制了一个人 来到了警局 这时大家才相信 莎拉说的鬼话原来是真的 警察一顿扫射 将傀儡射成了塞子 可外星怪物却丝毫无损 开始在警局打开杀戒 莎拉四人准备逃跑 半路上遇到警长 警长也被外星人挟持 称了一个会自残的工具人 兽医不知死活 惹怒了外星人 才遭牛偷杀 剩下三人继续跑路 不掉母亲却被外星人抓住 外星人控制了母亲 闯进了屋子 还从莎拉的肚子里 接生出了另一个外星宝宝 之后莎拉便昏迷了过去 等到莎拉醒来之时 发现海里将她救了回来 男友也被找了过来 莎拉跟男友坦白了外星宝宝的事 然而男友却死不正仗 他又不是外星人 怎么可能生出外星宝宝 经从上脑的男友 又想放飞自我 却被莎拉无情拒绝 内心的浴火无法熄灭 男友只好开车 去镇上的派对找乐子 莎拉的生物老师 正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外星生物控制着 莎拉的母亲出现了 紧接着超市一片混乱 一群吃瓜群众 当场领了盒饭 生物老师赶紧给警局打电话 此时警长 局长活了过来 今夜的警长接到电话后 马上就赶了过去 莎拉相信男友身上 一定出了问题 她找来黑客 破解了男友的电脑 里面果然藏着重要秘密 原来就在之前的暑假 男友跑去了墨西哥度假 她跑去参观玛雅人的文物 发现了一座生殖崇拜的雕像 然而她在得意之时 却不小心把那个东西弄断了 之后一阵止射雾气 从雕树里喷了出来 男友也因此被感染 玛雅人的绘画显示 这阵妖物带来了外星怪物 原来外星生物通过男友 把种子传给了莎拉 莎拉又生下了一公一母 两个小怪物 这两个小怪物在进行繁殖 从而壮大他们的队伍 警察来到超市一看 发现外星生物 正准备在这里繁衍下一代 为了阻止外星人毁灭地球 也为了救回母亲 莎拉决定和海莉去消灭外星人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镇上的派对 那里就是最佳的外星人繁衍地 两人来到宴会现场 一群男女正在那里狂欢 莎拉警告派对中人 外星人就要来了 大家赶紧替裤子散人了 然而大家都当她是个疯子 莎拉替开房门 发现男友正在跟人乱搞 愤怒的莎拉将男友一顿胖咒 还说她已经中了玛雅的病毒 现在怕是比禽兽还有禽兽 男友果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上眼兽形 莎拉家男友无药可救 一拳将她打晕 这时外星人也赶到了现场 一票人被吓得四处逃窜 莎拉抄起玛雅骨剑 朝外星人几个劈砍 然而外星人都灵活躲过 还反手控制了莎拉 眼看莎拉就要惨遭毒手 海莉却逮住机会 电击了外星人 外星人掉落在了一个炸汁机里 瞬间就被搅成了肉泥 消灭了外星怪物 还剩下蜘蛛外星人没有解决 莎拉来到母亲被关押的地下室 救下了母亲 此时蜘蛛怪正在一旁虎视眈眈 莎拉将母亲送出去 蜘蛛怪就冲了过来 还用一对大钳子控制了莎拉 眼看就要沦为蜘蛛怪的食物 莎拉及时用玛雅骨剑 撑住了蜘蛛的大嘴 接着又将兽医留下的公说剂 扔进了怪物的口中 没一会儿 蜘蛛怪就因为子宫收缩 爆炸了 莎拉终于逃出生天 影片也到此结束 掠夺者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